女儿惨死卧室十几天 同住的父亲竟然全然不知 直到尸体腐败 父亲才发现女儿尸体 天黑了 女宝们集合了 本期为您带来的普法视频是 危险恋情 精彩在最后 别忘点关注 时间2017年5月4日 地点内蒙古自治区科尔信左一后集 这天早上 作为木匠的白先生终于做完工回到家 由于五一放假 自己的女儿小满也已经回来了 早上走的时候 女儿就要白先生回家吃饭 可当白先生做完工回来后 他发现女儿没有在家 甚至厨房没有任何做午饭的迹象 当看到这种情况 不免有点生气 他立即拨通了女儿电话 可总是没人接听 甚至还在女儿的卧室内 发现了自己拨通的电话 此时的白先生就很疑惑了 平时乖巧懂事的女儿 在家肯定会做好饭等自己回家的 同时如果自己要离开的话 也会提前给自己打招呼 由于白先生出门时间不长 家里也没看出有什么异常 白先生就以为女儿小满有急事出去了 小满之前在通辽上班 随时有加班的情况 白先生就没把这件事当回事 可转眼十多天都过去了 白先生依旧没有打通女儿的电话 慢慢的他的心里有了一次不安 可即使这样 他依旧在家里期待着女儿的来电 直到5月21日 白先生在家打扫卫生的时候 发现客厅北侧的小卧室发现了一场 门缝里流出了一些血水 里面还散发出一些恶臭 突然联想起自己的女儿 这才恍然大悟 我的女儿是不是出事了呢 白先生没有多想 赶紧拨通了报警电话 很快当地警方来到了白先生的家里 由于事发房间的钥匙白先生无法提供 警方只好破窗而入 当看到房间内的情况时 当时的侦察员也是头皮发麻 死者是一名女性 头痛脚膝 双手交叉于头顶 胸部有明显刀伤 尸体已经呈现腐败状 经过法医的初步判断 死者是被刺破心脏后 导致失血过多而亡 显然这是一件杀人案件 由于现场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 房间内并没有打斗的痕迹 墙面和地面上都没有喷溅型的血迹 侦察员分析 这肯定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他们推断 死者是被刺伤或者刺死后 被嫌疑人拖进这个房间 法医鉴定死者的死亡时间 已经超过15天 这期间白先生每天都准时打扫房间 这让现场完全被破坏 警方无法得到有用的线索 经过白先生确认 这正是自己失踪十多天的女儿 死者身份确定后 警方兵分两路 一路侦察员对死者小满的社会关系 进行调查 另外一路继续对案发现场 进行更为细致的侦察 通过对白先生的询问后得知 从小满失踪开始 这件卧室的钥匙都已经不见了 可警方在搜查现场时 根本没找到这把钥匙 这就说明 嫌疑人在作案后 用手将卧室反锁 为了防止小满被发现 最后带走了钥匙 可警方并没在门上提取到 有价值的指纹信息 既然门上和其他地方找不到线索 侦察员尝试从卧室中寻找线索 经过侦察员的细心勘察 他们在地板上发现了足迹 这些足迹有一个共同特征 就是方向都是脚尖向外 这就说明尸体是被嫌疑人拖进卧室的 由于距离小满遇害已经超过15天 案发现场也已经遭到破坏 侦察员能够提取到的痕迹物证 就仅此这些 侦察员只好对其他地方进行了勘查 由于家里没有任何翻动痕迹 也没有丢失任何财物 所以警方认定是熟人作案 并且排除了财杀的可能 这时 外围调查的侦察员传回了消息 他们了解到 小满为人豪爽大气 即使和朋友有过小的矛盾 但不至于到杀人的地步 因此警方又排除了仇杀的可能 财杀和仇杀都被排除 难道会是情杀吗 从白先生那得知 小满此前有过一段婚姻 离婚后就一直在通聊打工 期间通过摇一摇 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叫白冰的男子 而且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可就在小满失踪前的几天 两人却在闹分手 除了他 小满就没有其他异性朋友了吗 通过警方的调查 小满的情感生活 远超白先生的想象 在小满与白冰交往期间 小满还与另外一名男子交往密切 包某 男 黑龙江人 此前也在通聊上班 经熟人介绍后 和小满确定了恋爱关系 就在小满遇害的前两个月内 包某和白冰多次打电话 每次都是为了争夺小满 经常在电话内发生争执 难道包某因吃醋 将小满杀害了吗 通过警方对包某5月份的行踪 进行调查后发现包某在5月1号来过小满家 可小满连门都没让包某进 吃了闭门羹的包某也是直接离开 在小满遇害之前 包某也是在外旅游 行程记录和朋友的口供 都将包某的嫌疑排除 现在就剩下白冰了 正当警方准备调查白冰时 白先生提供了一条线索 在小满遇害前几天 白冰给白先生打过电话 当时白冰让白先生劝劝小满 说想让小满好好跟他过日子 当时还说想和小满见面谈谈 难道白冰也来找过小满了 很快 走访的侦察员得到一条重要线索 小满的邻居在5月4日看到过白冰进入小满家 再几个小时后 拿着刀慌慌张张地从小满家离开 由此白冰的嫌疑急速上升 此时找到白冰就是侦破此案的关键 经过对白冰通讯记录的调查 在5月4日后白冰就断了与所有人的联系 而且在5月4日当天拨通过两次110 但每次都是没有说话就挂断 难道他是作案后 产生了畏罪和毁罪的心理 像去打电话去报警或者是自首 白冰 37岁 通辽是克尔郡左翼中旗的一位普通农民 平时靠打林工为生 警方来到平时打工的工地和租住的房屋 进行秘密的蹲守和摸牌 在这过程中警方发现白冰已经有半个多月没有来这里 在经过对白冰的社会关系细致排查后得知 白冰的工作非常不稳定 哪里有活就去哪里 而且他的性格内向 因此根本没有什么知心朋友 工地上的工友对他的行踪更是一无所知 警方只好来到白冰老家 希望从他母亲那儿得到相关消息 白冰母亲告诉民警 白冰在十几天前确实回过一次家 给他留下几千元钱后就匆忙地走了 难道白冰是要潜逃了 根据以往经验 嫌疑人都会潜逃到自己比较熟悉的地方 经过调查 白冰此前在八雁土嘎苏木打过四年工 而且还有一个远房亲戚 种种迹象表明 此时的白冰很有可能就在八雁土嘎苏木 由于八雁土嘎苏木地处平原 几十公里外都可以看到车辆开来 为了不打草惊蛇 警方化妆城本地居民 开始对八雁土嘎苏木周边的建筑工地 进行调查 工地的一个工人提供了线索 说最近确实来过一个新的工友 看起来三十来岁 平时不爱说话 此人的体貌和白冰十分相似 而且他来工地的时间刚好是小满遇害的时间 可由于工作已经做完 这个人已经回住处等消息了 看样子 警方之前推断的没有错 白冰就在八雁土嘎苏木 此时的白冰正在潜逃的路上 肯定不会用自己的身份证登记住酒店的 而且他工作的地方又是木具 那他极有可能是住在某个蒙古包里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排查后 疑似白冰的人再次出现在警方事业中 在等到一个极好机会后 警方在一辆三轮车上抓到了白冰 白冰被抓归案后 和民警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终于不用担惊受怕的生活了 但说起自己杀害小满的事实 他自己也是嚎啕大步 毕竟是一年了 不仅是我喜欢 我全家人都得真的跟他 既然自己这么爱小满 为何还要将他杀害呢 皮裤套棉裤 我来说缘故 原来小满是白冰的初恋 由于白冰性格那项 不善言辞 加上家里并不富裕 他快四十岁都没交过女朋友 虽然和小满是通过摇一摇认识的 但他还是很珍惜这场迟到的感情 自从认识小满后 他每天都去工地打零工 赚来的钱都会给小满 时间就这样过了一年 白冰也多次将小满带回了家 家人对小满也是很满意 白冰就有了想和小满结婚的念头 可不知道为啥 小满总是不愿意结婚 见白冰每次带回来的钱不多 小满向白冰提出了分手 并很快认识了另外一个男人 就是之前提到的包某 期间 小满并不承认和包某在一起了 直到某一天晚上 白冰在商场看到了同情的两人 这才知道小满在外面给他戴绿帽子了 给他打电话 打不通了 微信发 拉黑了 我就那么了 这啥意思 虽然当时很气愤 但白冰由于太爱小满 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挽留 让小满回到自己的身边 他先给小满父亲打句电话 让他帮忙劝说小满 然后在5月4日 也就是案发当天 白冰去了小满的住处 当时就想和小满好好谈谈 不曾想二人却发声了冲冲 看到小满如此的无情 白冰爆发了 来到厨房就找到了一把刀 开始也是威胁小满 可小满一看到 疯了似的就往外冲了 害怕的白冰失去了理智 将小满抓住后 朝着胸部连捅了两刀 当发现小满已经死去后 白冰拨打了两次报警电话 但都是在接听后又挂断了 白冰抱着侥幸心理开始逃亡 正如警方推测 白冰杀害小满后 将其拖进了卧室 然后他将门锁死 将钥匙带在了身上 清理现场后 白冰便开始了逃亡 纵观整个案件 由于白冰性格偏执 在感情出现危机时 他不能够理智地思考 只知道一味地纠缠 而他最后一次和小满见面 本意是想挽回感情 却变成了激烈的争执 最后白冰没有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向爱人举起尖刀 他为了爱 将心爱的人无情杀害 尽管现在悔恨不已 但已经无法挽回 他的行为终将对两个家庭带来的伤害 原本需要赡养的母亲 也不能安详晚年 目前白冰已经被批准逮捕